- 荒莱坞男星提摩西夏勒梅 早前被爆了出於卡戴山家族中的小妹 凱莉专娜正在交往中 讓粉絲們感到很震驚 紛紛批評凱莉靠炒作走紅 才有了現在的流量 而且兩人看起來並不般配 引發了不小的反彈聲浪 然而這段戀情只維持了短短7個月就宣布告終 據美國八卦雜誌報導稱 凱莉在朋友面前一直強調 自己和提摩西是因為工作繁忙 導致兩人時常不能見面 因感情變淡而和平分手 但她的朋友們都認為實際上是男方甩了她 也有好友懷疑提摩西的凱莉交往 純粹是為了利用緋聞炒作 為自己主演的電影《網卡》宣傳 報導也聲稱儘管凱莉表面上很平靜 但其實內心早已崩潰 畢竟自從和Joe愛史考特分手後 提摩西是她第一個認真交往的男友 不料隨後又有八卦刊物表示 兩人還在交往並沒有分手 截然不同的報導內容 讓外界看得一頭霧水